巴黎奧運桌球賽事展開 台灣好手小林同學林荺茹 這一次跟陳思宇搭檔 組成混雙組合 聯手出擊 在16強首戰就對上世界排名 第10的地主 法國隊 雙方上一次交手是法國勝出 這一次戰況激烈 前兩局結束 打成了平手 一路站到第6局 最後林荺茹跟陳思宇 是以4比2的局數拿下勝利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打 所以我還是希望可以 把訓練東西發揮出來 非常的艱難 但是在一些關鍵分 我們還是比較堅定 贏了一場 但不能因此鬆懈 因為他們下一戰 將會遇上大會頭號種子 中國隊魔王組合 王楚清 孫穎莎 對手擁有堅強實力 林荺茹跟陳思宇將會全力奮戰 還有沒有什麼 可以 還有啦 可以啦 一定可以的 羽球好手李嘉欣跟葉宏 為出戰羽球混雙 在小組遇事態首戰 就對上世界第七的香港組合 鄧俊文以及謝英雪 有做一些準備 但是在場上的時候 轉變得比較慢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 按照自己想要設想的方式去打 教練認為兩人在第一場 沒有發揮到最好 而他們之後將要對上 東奧銅牌日本隊 不過他們仍然會把握機會 繼續拼戰到最後一刻 TVBS新聞 李建文 余欣和黃凱欣 來源民 法國 巴黎一場報導 奧運前線掌握最新賽況 惹血鏡頭五環戰場一把招 巴黎迎來第三次奧運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號 請鎖定TVBS 巴黎奧運特派團隊報導 讓小金五 compliqué 臨搭 在一起 馬鈴 rolled sedan 碰 cran